經濟保罪理事計劃 要在操縱點的黑客 來行見交水談人工歐 但是這人工歐若是氣候挑戰後 黑客能順利的法律 國性亦有操縱 將會受到水質亦有水量保護区的限制 從今天在議會定議會當中 都不如議員紛紛來表達反對的項目 對處 官僚臨面前也共調 若是中間無受改發令 關乎是絕對反對交代 交水談這個問題 我希望官長的 你要拿出你的價值 插討定行見交水談人工歐的議題 是在主席官議會定義會長 被拿出來討論 都會出席議員紛紛表示 目前的重點應該是水質水量保護区的問題 大家人家人人 全部是在做什麼 做孫海官民 之後的做法分寧官 做法政法官 所以乾脆就不用說什麼 你滿足的地方要求 一家地位多少 乾脆就不要配合 我們強烈反對到底就好了嘛 如果你說沒有解除 我們是保理跟超常保理 伺敵跟個人是絕對事實 反對到底的 這是解除是一定要第一優先 不是價格第一優先 根據雷俊博因件事的法令規定 人工歐行見完成後 延遷鄉頂齊的部分土地 將直接變成一起保護区 那時候將賣人土地使用 比保護区還多命運 對主管長 臨民族也強調 中央沒有受害法令進行 管政府絕對反對 行見真感惡 南投水本年 目前我們南投官 就有我們的积极藍合院 跟我們的桶桶藍合院 保護区的一個畫質以後呢 今天也對我們當地的這些發展 會受到很大的一個限制 南投官政府一定要把這個 未來的一個問題先想好 目前已經有兩個這種例子 在南投縣發生了 南投縣 目前只剩下 南投石跟中療鄉 不會受限制 其他都要受限制 所以我們中央 對 要興建鳥水潭水庫 如果在這個法令 沒有解釋之前 我們堅決不同意讓它來興建 上次接案例 就是管內的 智智南投縣和湯頭南投縣 兩座南投縣 就像南投水提供的外國市使用 住民土地運用 緊受到保護区的犯罪 因此管長臨民情 跟國民黨一個管議員 實際會表達強烈反對的聲音 也強調一定能農力進出 改渡水一水量保護区的犯罪 記者 王朱如常報道 來自欣賞